思维是因果的根 师父给大家讲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是和非的 因果和是非是有很多的讲究 在人间你所感受到的事情 你以为是对的 在因果上来说 这是你前世的因造成的 实际上在人间很多的事情 当时你以为是对的 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能证明它是错的 所以要真正的明白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因果 只有欠债还债的 在这个人间来来去去 来了也是空的 去了也是空的 来去空空 最后你是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得到 什么都没有拿到 最后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对世界上任何事情 自己认为是存在的 但它不一定存在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有的事情 但它有了 这些全部是属于幻化 就是幻想出来的 画出来的 不是你真正所拥有的东西 短暂的拥有 不是属于你的 你们可以短暂的拥有青春 你们现在已经变老太太了 你们短暂的拥有一点钱 你们现在都用完了 你们短暂的拥有孩子 他们现在长大了 都离开你们了 这一切都是空空的 来来去去 未曾来去 没有来过 也没有去过 是你的感觉 你的感受 是是非非 似是似非 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绝对是非的 当年说这个事情好的 现在说这个事情不好了 就像一个科学家 验证一个问题 比如 他当时 自己发明的某一件事情 但几年之后 他又可以否定 自己的这一个发明 所以看清真相 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看清真相 就是在人道当中 你正好在人间 做这些事情 你是看不清真相的 也就是说 两个打架的人 他们是看不清 谁对谁错的 只有在边上的人 他才能看清 谁对谁错 你们生活在人间 因为你们不是菩萨 你们看不清自己 做的对和错 只有脱离了这个人间 你才能看到 自己做的对和错 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 菩萨是众生 即为佛 就是菩萨 是所有的生灵 即为众生 有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以为自己 可以做很多事情 师父讲个故事 给你们听听 蚂蚁这么小 他们一堆一堆的 他们有个国家 你们知道吗 叫蚂蚁王国 也叫蚂蚁国 有生物学家 专门研究过蚂蚁 蚂蚁一堆一堆的 他们有一个头 蚂蚁王 下面的蚂蚁 全部跑来跑去 捡到一点点东西 给他的皇上 有的皇上 气量很大 心量也很大 命令蚂蚁 我们这里 食物有很多 你们搬一点 给别的国家的蚂蚁 去吃吧 当这个蚂蚁王的命令 一下去的时候 那些蚂蚁 都要呼 蚁王万岁 因为有这么慈悲的皇上 居然把我们掠夺来的食物 送给另外一个 蚂蚁王国去吃 有功有德 功德很大 试想一想 他有什么功德 他要亿万节之后 才能投一个人 亿万节 上亿万的节 他就是 做这么一点点事情 他以为当时 在当蚂蚁的时候 他很了不起了 我们人现在 就是这样 施舍一点 对人家好一点 以为自己 不得了了 以为自己 已经是亡了 以为自己 做了很多功德了 你们知道 菩萨看人 就像我们看蚂蚁 是一样的 就像蚂蚁建立的 蚂蚁王国 在一阵狂风 暴雨当中 那是扫垃圾车 又是水 又是风的当中 这个国家就没了 当年秦始皇 吞并六国 他多伟大 无皇万岁 每一个人都认为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 而且他非常有功 他为国家 为人民立了大功了 他是功德无量啊 试问一下 他的功 现在在哪里啊 现在秦国还有吗 当时多少人 为了秦国 出生入死 现在还有吗 师父是 举例子给你们听 是让你们学佛 要放下自己 不要以为 自己很了不起 其实 自己像个蚂蚁一样的小 还以为 自己功德无量 哪来的功德啊 你们在人间 做了一点点事情 哪来的功德 看看那些明星 今天获得金鸡奖 明天获得银鸡奖的 现在 讲到哪去了 人都没了 都是一刹那 人活在世界上 就是一刹那 想不明白的人 就是没智慧 而能够开智慧 要脱离六道的人 才是真正的开悟 想问题 就要站得高 看得远 这样 你的思维才有价值 如果你是蚂蚁 你永远脱离不了 蚂蚁的思维 你是人 你永远脱离不了 人的思维 你只有是菩萨 才能知道 人在想什么 我们是人 我们才能知道 蚂蚁在想什么 它们可怜不可怜 我们看见蚂蚁 天天忙啊 拿一根火柴棍 像抬一根大的柱子一样 几十个蚂蚁 这么抬过去 但它们是很有规则的 但是最后呢 被人家脚一踩 它就觉得 像一座山 一个灾难来临一样 我们不就是这样吗 看看那些 住在海边的房子 当海啸时 房子就像火柴盒子一样没了 不就跟蚂蚁的感觉 是一样的吗 如果你们能够明白真相 你们谁还愿意 纠缠在业力之中呢 今天你跟它好 明天它跟你好 全是业力啊 今天你可以跟它好 明天你可以跟它成为仇人 你们明白吗 这就叫纠缠在业力之中 你们转不出来啊 爸爸妈妈不就在业力之中 转来转去吗 你们的下一代 一开始又在业力当中转啊 你们哪一天能够放下自己 能够转得出来呢 所以师父给你们说 人活在世界上 就像千方百计 在编织一张网 大家知道 蜘蛛网是怎么编的吗 而且很多蜘蛛 最后就死在蜘蛛网里面了 因为它编织了之后 它逃不出来了 我们人就是在编织自己的一生啊 实际上 我们编织这张网 是害了我们自己 想想看 我们很多坏习惯 不是害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吗 想想看 我们很多坏的意识 不是害了我们的一生吗 我们想不通的时候 是不是害了自己的一生啊 为什么我们会流泪 悲伤 痛苦 彷徨 就是因为 我们被自己编织的 这一张奇妙的网 搞得晕头转向 我们这张网 就是我们的犯罪 沉怒 不开心 我们常常傻傻地以为 这个事情是对的 以为那个事情是错的 实际上 没有对错 都是你自己的概念而已 比如 我们小时候 认为自己做错的事情 现在 说不定不是错的 小时候 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现在想想 还是对的吗 所以菩萨叫我们要 静思维 就是要安静下来 好好的思索 自己来衡量 这就是思维 思绪 要好好的控制好 不要等到死的时候 最后是梦一场 也就是说 不要等到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明白 什么都没有 最后才知 都是梦一场 而且等我们醒来 自己已不知去向 我们哪一天 醒过来的时候 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是活的 还是死的 一觉睡醒 魂魄都没了 都不知道自己 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懂得修心的人 是真正懂得 积善积德之人 真正能够想到 自己要修心 那就是积善 也就是说 我明白 我应该做善人 积德 就是我应该在人间 多积点功德 这些人 才是真正懂得 修心的人 而积善的人 就是有福的人 大家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 经常做善事 你说 他会没有福吗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 就是明天的老人 幸福实际上 转眼就没了 看看爬在你们脸上的皱纹 再想想你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这么转眼一瞬间 像电波火石一样 眼前的幸福 就犹如瞬间般的 电池火花一样 亮了一下 没了 青春亮丽 亮一下 没了 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好好努力 转眼你就等待着 明日的痛苦 每一个人 都是这样 我们不珍惜自己 我们就是放弃自己 我们不爱惜自己的明天 我们就是 在损害 自己的今天 然后祝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